观众朋友晚安 欢迎起来Focus全球新闻 台风上个星期在台湾中部带来严重的灾情 而前一个台风杜斯瑞对于中国带来的雨灾还在持续扩大 它有残余的环流 影响之下 上个星期灾区已经从金晶纪 也就是天津 北京和河北 整个延伸扩大到东北地区的黑龙江和吉林 这个时候山东的德州发生了规模5.5的强震 其中黑龙江的重灾区武昌市 是中国大陆知名的重道地区 在暴雨的淹覆之下 今年的收成极可能全面挂邻 另外一个重灾区是吉林苏兰市 它的暴雨灾情造成了14个人丧命 其中甚至包括了苏兰市的副市长 中国大陆财务部已经赶快再拨出人民币3.5亿 投入防汛救灾 眼睁睁看着家园被洪水摧残 多栋建筑物被冲走 台风杜苏瑞残余环流 持续在大陆北方釀灾 从北京天津河北京经济地区 扩大至东北地区吉林黑龙江 通过镜头可以看到现在公路的路基 仍然是有被冲刷的痕迹 那么虽然洪水已经慢慢的吞去 但是通过镜头仍然可以看到的是 洪水依然淹没了很多的凉田 黑龙江全省在4号上午11点 有685个气象站 记录到超过100毫米的雨量 前8个降雨最多地方 其中黑龙江五常市 由于当地是知名水稻种植地区 而现在又正值水稻生长关键期 一夕之间农民心血全泡在水里 今年五常米的收成很可能挂临 暴雨也导致哈尔滨市境内两条河流 出现50年一遇的洪水 洪水冲破堤防 路面被淹没 城市汪洋一片 在往年苏兰市8月份的平均月降雨量 应该是在140毫米到150毫米之间 相当于这几天的一个时间 就下了这里月平均降雨量的三倍 降下超量雨水 吉林苏兰市更造成救灾伤亡 截至6号晚上10点 有14人遇难 一人失联 当中还包括吉林苏兰市的厂务副市长 和其他两名政府公职人员 现在我们正在对洪水过境的部分田地 村屯进行搜索 力争尽早找到四连人员 目前我们共营救被困的群众9人 疏散转移群众765人 官方估计吉林苏兰市 这次至少有13.4万人受灾 受灾严重的乡镇 最少有7个 经济损失还难以统计 6号大陆财政部应急管理部 再拨出人民币3.5亿支持防汛救灾 而先前超过220万人受灾的河北省 灾情最严重的卓州市 一度有六成面积被洪水覆盖 现在当地趁着雨势暂缓 强力排水 在我们看这个10吨子 第三层这个白色的这个条状 和第四层红色条状 这个之间的这条线的距离 那个水位 那么目前呢下降了 大约有40厘米左右 消防人员搬出大水管 接引流水 除了地势低洼地区 其他区域进入清淤工作 但有部分社区已经停水 好几天 灾后修复更是一项大工程 在北京重灾区 门头沟 西山脚下的玉皇庙社区 由于连外道路被冲断 记者挺进当地时 山边的房屋 早就被土石流冲刷得面目全非 我现在手边的这栋房屋 它的后墙已经完全被冲毁了 当时的洪水 是直接上到了他家的二楼 然后穿屋而过 房屋受损严重 水电通信中断至今 官方忙着处理北方 洪涝灾害时 6号凌晨2点33分 山东德州平原县 发生规模5.5地震 是当地近十年来最强地震 前后又发生近60次雨震 很明显 过来过来是灯都过灯了 过来没过来看 我在外面这边 平常都出来了 在办做事的吧 有很多会回老家的 地震当下 命中仓皇从家中逃出 店铺监视记录下 商品剧烈摇晃散落一地 街道也有不少房屋 寡历 正在行驶的列车 还紧急燃停 当地列车行驶中断 间接影响北京上海等地 有部分列车停运和延迟 根据官方数据 山东目前有165间房屋受损 至少23人轻伤 还没有重伤个案 TBBS新闻综合报道